极乐世界还有更殊胜的 我们必须要想的 生到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是不得佛力加持的 阿弥陀佛慈悲到了极处 四十八月 愿愿加持行人 念佛往生的人 所以下下平往生的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 需不需要经过十二节 才花开见佛 不需要 差不多到那边就花开见佛 什么原因呢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怎么晓得呢 四十八月里都讲得很清楚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做阿维悦志菩萨 阿弥陀佛说话要算数啊 不能说发这个愿不算数的 说话算话了 他并没有说 什么样的人往生才是 阿维悦志菩萨 既然没有说 就是笼统地说了 只要是生到极乐世界的 统统是 阿维悦志菩萨 这还得了吗 那么换一句话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跟七地八地九地平等了 所以偶叶大师在《弥陀经要节》里面讲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要说他是七地菩萨吧 他不是 为什么呢 烦恼一平没断 他是凡夫 你要说他凡夫吧 他的智慧 他的功德 他的受用 跟七地八地菩萨完全相等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思议之处啊